我们现在准备做S8的Neuro-Bioxid 现在是Santo 接着时间关系 用Pointer 来找出出条件的位置 要和那个Tip 举起在一起 接着是Mark 了 接着是Wittar 的Instrument 去做Register OK 了 接着它就自己进入Guide Mew 接着它就尝试去找那个Entry Point 接着就连在工具臂上 记得要先设置中间 先设置中间 先设置中间 接着三个脚都要松了 第一件事就是用蓝色的鼻子 扭扭来控制 找出出条件的表面 是的 一旦OK了 第一件事就要扭住蓝色的手柄 第一件事就要扭住蓝色的掌柄 先设置中间的地方 先设置中间的地方 整个脚都要收拭 组织的地方 如果是很少 的方向 好了 接著 扭實了之後 夠了一個是一個 你需要看這個景觀 最重要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現在很接近 很接近 1.31 最好小過2mm二落就OK了 小過2mm二落就OK了 三個位置都差不多很混合 OK了 接著 三個 螺絲必須要再扭緊 必須要再扭緊 好 我們做第一次測試方法 接著就拎鬆了 將工具拿走 拿走 接著再重新放回去 確保是沒有不差 沒有不差 好正 現在0.57了 還快穿了 快穿了 OK的 OK的 好 接著 那個工具和前臂 就可以撤退 撤退 只是扭這個就好了 好了 接著醫生的下一步驟 就可以 開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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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開皮膚 記得這個是乾淨的 好 接著就小心處理 放一放正確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 好 扭緊 接著就是 再放回 Retix 的 instrument 再重新確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了 嘩 0.4很棒 很棒 我沒有朋友 對 對 接著OK了 接著 Retix 的 不要力咒 先放下去 對 接著 這個時候 記得 按一下腳掣 接著就轉了 做 Biopsis Mode Biopsis Mode 接著 這一刻的工具 就可以拿走了 接著就放回 Biopsis 這裡 你記住 現在 我們的 Distance 是137.7 Biopsis 有Windows 5mm 所以137 加5mm 就是你要的 深度 現在因為 未放這個 Biopsis 當你放到某個深度 它就會有 數字出來 2目的多少 對 完成 完成 完成